新北中和有一名男子到五楼修理铁皮屋顶 当时正值风墙宇宙 这位男子不慎从五楼高处坠落身亡 据了解这位54岁成性男子 因为自家铁皮屋顶遭到墙风吹袭损坏 六年多的时候风雨还是很强 但他和女儿到顶楼修理铁皮屋顶 这位男子攀爬到铁皮屋顶维修时 不慎从高处坠落 而救护人员到场时 因为他已经明显身亡 因此并未送医 中和的警方分局封锁现场 也派遣监视人员裁证 后续将会报警检察官 香叶厘清意外发生原因